喂 聽不懂 喂 聽不懂 手機沒訊號 民眾打電話聽不到聲音 急到快抓狂 斷訊找不到人 回到最後他也聽不到 我也聽不到 真的有夠無奈 手機訊號剩一格 民眾在外工作 要聯絡客戶真的很不方便 我們在外面跑的 都靠手機聯絡 如果沒有訊號的話 就沒有辦法聯絡了 彰化縣河美鎮乾淨裡 有李明因為不滿住家旁 裝設基地台跟地主抗議 地主聯繫電信業者 希望能夠拆除基地台 電信業者早上里長 鎮長等人商討 在還沒有結果前 這個月6號 直接將訊號關閉 幾乎讓一千戶三千位 李明整整七天過著 沒有網路的原始人生活 大家都不習慣吧 公司現在都是用LINE 虛弱 有時候請假 或是有什麼事情 都是用LINE在聯絡 為了解決問題 李長將聯絡正公所及電信業者 在12號晚間召開 李明大會 雖說結果會議多數人決議 但實際決定權 還是在政長手上 李明因為沒有了解這個電視波的情侶 導致恐慌 啊 我們就信用取得 兩兆的平衡點嘛 齁 大家都接去 一個地點 李長說 投票完成後 會決定基地台的存費 希望李明務必前來參加 投票保障自己的權益 建神身為王一超 李雲結張話 照片報導 好